英语中四个也的用法 这四个也分别包括 also, to, as well,还有 either 这四个词经常考 但是很多学生分不清楚 我们今天用肯定句 否定句的方法帮大家记清楚 首先用于肯定句的是 also, as well,还有 to 用于否定句的只有 either 那用于肯定句的这三个词有什么区别呢 also用于句中 而as well和to用于句末 to是有逗号隔开的前面 而as well没有逗号隔开 下面我们看一下习题 第一个题是肯定句 所以我们不可能选 either 而在肯定句句末 而且有逗号隔开 所以我们应该选to 第二题在肯定句句中 所以我们应该选also 第三个呢 在肯定句句末 并且没有逗号隔开 所以我们应该选as well 最后一个 在否定句中 只有 either用于否定句 所以这个题应该填 either 你学会了吗 点赞加关注 英语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